各位朋友 大家好 又是落報我不講長的時間 我是余榮陽 身邊有鄭仲輝 醫生你好 輝哥你好 大家好 跟大家講講現在 英國正在進行和脫歐有關的一切步驟 都相當厲害 亦都見到文翠山手上非常之辛苦 他又不是一個脫糧子 不夠硬 亦都阻力很大 但問題呢 上手遺留了下來 當年投票通過了 脫歐要做 沒理由現在又來投票看看不脫歐 既然脫歐要做 要怎樣做 現在似乎都不要求說 能夠軟著陸去脫歐 硬脫歐都可能會了 你現在越來越辛苦 就是這樣 現在叫你唱《萬惡遊民手》 你就繼續唱《萬惡遊民手》 你就不要忽然唱了《唐八虎點秋香》 你是一個團隊 你現在變了 其實我覺得文翠山 是一個非常好的辯論能手 我不知道他的內心深處是贊同脫歐 辯論得沙都沙都沙都沙 還好一點 好一點 大陸心變成好色 他不只是辯論的 他有行為的 他做了很多步驟 包括做了一些對實況檢視 而事實上大家看到一些強國 不是只有英國 強國做到這個位 首相 或者叫總理 他都是辯論公手 德國也是 默克爾也是 是啊 你看看他其實文翠山所受 不只是受工黨的壓力這麼簡單 各方面 他自己保守黨裏面 舉國上下 保守黨都很多國員 部長級 國員都是紛紛辭職 因為他現在變得兩頭不吐號 你說硬脫鉤 或者軟脫綠 都不是了 現在就是說條件是怎樣說的 他有時順德哥懲失訴的意義 現在他做的事頗辛苦 在他國家之內很多阻力 歐盟又給一些叫做壓力 是吧 歐盟又說話 比你這麼好過 因為他跟歐盟絕對是 因為你脫鉤的說話 他就是你的對手 因為如果英國脫了歐之後 會有一個影射 或者影響力 到其他歐盟裏面的國家看透 有幸英國一向有自己的貨幣 如果他一組都參加了用歐元 更鬧鬧 我想英國人在這方面 老組也有個算盤在打 因為他的貨幣事實很強 我想到今時今日他的貨幣 都不弱於整個歐元區 所以有些方面 歐盟亦比他這樣做 你都知道英國一向以貴重金屬 來做他的貨幣本位 這也是一個很聰明的 但我們今日的新聞也看到了 英國的公民 有很多都在政府的網頁上面 發出聯署要求簽名 就說不要脫鉤 其中很多這些曾幾何時 都是支持脫鉤的人 但你可以說 越講越明白的時候 他變化了 我得 他不是說一時一樣 不是做反骨仔 而是他們看透 脫鉤的確有很多壞處 今天歐盟的圖斯克說了一句說話 我覺得這些都是挺到位的 他說 直接說 英國的議員 當中在脫鉤說了很多言論 但是他們說 你們是贊成脫鉤 但是為什麼 一到大家辯論的時候 你連份稿都沒有 發言又不會發言 為什麼你到今天還說要脫鉤呢 他不明白 當然他說 這幫人應該落地獄 今天有個很精彩的畫面 有個記者問他 是不是這些人 他問他地獄夠不夠大 裝這麼多這些人 那你會不會有另外的想法 就是說 不如英國不要走民主 強調他本身存在的抵制 沒有問題的 英國王管制 沒有問題的 這裡也看到 因為皇帝強一點 國家就有力一點 這裡也看到 這個在英國來說 包括在皇室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抉擇 但是到今時今日 你看到 英國的皇室 我就未聽到 當然公開 他們吃飯說很多東西 公開的講話 贊成或者反對斷鉤 或者指手或腳 有沒有呢 是沒有的 這個很大 是對英國的很大 將來影響的 但是他們都可以 公開講反對 沒有沒有沒有 有的 有嗎 有 我也邀請你看看 BBC中文網 有很多的分析和報導 都精闢的 你可以說是反對 但是他不會用他的權力 就是不是鬥鬥 他沒有權力 有些人沒有權力 或者影響力 這些要通過法律 或者影響力 不是某些人有權力 所以說影響力 就是有一個影響力 但是你現在就說 在英國不如不要脫鉤了 到今天呢 很多人還在贊成 不脫鉤的 所以到今天呢 文翠先生都不會說 不如我們不要脫鉤了 他不會說的 因為他的出戲呢 繼續要唱下去 怎樣是 他不會這樣說的 就算他可能內心 都在戰鬥著 做到那個位置 如果你做 你都要繼續演下去 但是我想呢 我今天又說了 英國可能 今次是不會脫鉤的 可能這個很大膽的說法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歐盟都是放了一個活門出來的 即是你不脫鉤 我們可以根據李斯本 五十條的條款呢 是 我覺得這樣 做到現在這樣 英國一定脫鉤的 勁本難下 但是希望脫鉤得來 又有些不脫鉤的好處 那麼不脫鉤的好處呢 是體驗在貿易的 因為呢 鉤這件事呢 是講經濟的 而不是好像北約那樣 北約是軍事的 這樣都容易些 完全不同 所以呢 我覺得是 有可能 大家將來放眼看看 會不會達到一些 脫鉤的名堂 因為 騎虎難下嘛 但是呢 又有不脫鉤的好處 我覺得 會做到一些的 我覺得呢 就是這樣 我還覺得有機會是不脫鉤的 因為呢 只要 即是 那個發動公投 符合那個憲法 再次公投 因為呢 我不知道英國有沒有 好像灰伯克 或者西班牙 這些 你提出了一次公投呢 多久不准再投 提出這些了 不知道 我希望斬檢 斬檢包括 我講歐盟 歐盟的組織呢 並非軍事組織 首先 是不是 絕對是以經濟為先的 其中有一些東西 是關乎民生的 是 不同國家的 求學 或者其他方面 種種的交流 我覺得呢 一些民生的交流 包括求學 英國的學生 去其他地方 歐洲其他地方 包括葡萄牙 持有那個護照 去英國去求學 我想一些東西 這裡寬鬆一點就可以了 這個呢 影響大家的國家的強弱 負擔 不是很重 都看到一個問題 其實呢 英國脫鉤那個 起因 有些人說 因為呢 德國太強了 對英國呢 甚至乎那些難民 都要逼英國要那些難民 但是我們看回數字呢 整個歐盟 要求 英國所收的難民 其實很少 這個 和歐 未必有直接關係 你德國 肯收多些難民 當時 馬爾被人 罵得不得了 但是其他的法國 不同 那支歌 你有你的歌 你有我的歌 你有我的歌 所以呢 其實呢 我覺得呢 只不過這個是導火線 引起這件事的事端 我想呢 英國 從頭到尾呢 都沒有 加入這個歐元區 已經是代表了 英國在某方面 經濟方面 他都很想 自主權更大的 來到這裡 我問你了 寧願現在這樣 多聽民意 民主 情願獨裁 一個人說是就算數 他都不到你一個人說是 當然不到 你情願獨裁 有些國家 就不聽民意的 是嗎 他喜歡入就入 入世貿 不入世貿 不入世貿 你貿易戰 我和你打過 我又不聽民意 我用另外一個例子 去講回今次脫歐 就是希望有一個冷靜期 但今次呢 就是因為呢 英國呢 投票的時候呢 那個冷靜期呢 是出了一些問題的 你和我在這裡討論 這個脫歐與否的事情 英國人是不是都在討論 是的 是的 那中國的人民 有沒有討論 中美貿易摩擦 應該怎樣做 有幾個人討論 有幾個人討論 不是全部人可以討論 有人討論 得其他 既然這樣 我也不討論 多謝輝哥